大家好,我是小周 今天我要带领大家了解的城市是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它所处的位置在澳大利亚的东南部 作为一个港口城市 是南半球最出名的文化名城之一 古建筑与现代建筑遥相呼应 被公园和大海所拥抱 几乎年年被评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 这种荣誉不是一般的城市都具备的 那到底这里如何呢? 人们的居住环境和城市环境 以及发达的程度 是否和您印象中的墨尔本一样呢? 哦,伙计们 今天咱们就飞越整个城市 希望给您一个完美的旅程 墨尔本的市中心 您看看这种现代化的建筑感觉如何呢? 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首府 地区面积达到了8806平方公里 人口500万左右 是全世界最广的都市汇区之一 现在看到的就是核心区域了 这个曾经当过澳大利亚首府的城市 市中心确实有国际化大都市的感觉 但实话说 追求高楼大厦的时代已经过去 这里的公园、绿地 以及人们居住的条件和生活水平 都是相当高的 您看看墨尔本的绿色有多少呢? 周围都是著名的海滩 城市建设的模式跟美国类似 除去市中心,周围都是摊大饼的 这种摊大饼是横平树直的 规划的相当不错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市中心外围的住房了 这里是阿尔伍德地区 距离市中心8公里左右 这里还是最受欢迎的海滩度假圣地 住房的整体条件属于中等 您觉得如何呢? 咱们离开这里去墨尔本公共高尔夫球场附近看看 这里离市中心大概13公里左右 附近有汉普顿等一些社区 是墨尔本比较富裕的社区之一 这里的住房很明显就大了不少 看看吧伙计们 外围真的比市中心舒服多了 这种大面积的建设模式 可能更加符合他们的居住习惯 假如人口上了千万之后 很难再这样发展下去了 但墨西哥城两千多万的人口 依然是这种模式 值得人们深思 墨西哥城只是没有墨尔本的环境好罢了 佩服实在是佩服 刚才您看到的是墨尔本东部的情况 下面咱们就选择东北墨尔本 给大家看一看 这里其实只看外表 有时候根本就分不清楚 到底哪里是好的 哪里是差的 因为高空看环境都差不多 下面我就考考你的眼力 您看看这种社区 在墨尔本属于什么档次的呢 跟刚才的海边的住房 以及东区的住房相比 又是什么特点呢 我先闭上嘴喝口水 伙计们 您看出来了吗 墨尔本是以内城区的东西南北放射出去的 这里是工芯阶层的 相对来说比较适中 但在我来看已经相当不错了 也不知道这里的房价怎么样 在墨尔本居住的人们估计最清楚 我诚挚地邀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墨尔本的住房价格等情况 好了伙计们 随着镜头的移动 咱们前往海滩附近看看 这些区域似乎更加好了一些 这些海滨住了很多的华人同胞 因为本身墨尔本地区 就有很多常住的华人 所以无论是在哪一个区域 您遇到同胞或者是邻居 都不是很惊讶的事情 这周围的房子 有很多都是年代久远的 当然也有一部分是新的 主要是海滩和公园比较多 比如海滩边的圣吉尔达 跳伞中心相当的刺激 还有一些游艇提供给您游玩 我想住在这附近的人们 肯定会很幸福 伙计们往里面去 眼底下的基本上都是公园了 这里有墨尔本大奖赛的赛道 高尔夫球场 墨尔本体育与水上中心 福克纳公园 哦我的天哪 这种感觉实在太棒了 墨尔本有很多体育比赛 像奥网呀 F1 足球每年会安排的比较密集 后这里还有一个墨尔本皇家植物园 植物园周围还有墨尔本公园 以及菲兹洛伊花园 市中心外围最大的一片绿沸 和高楼大厦融为一体 大家感觉怎么样 这么好的地理位置就在唐人街边上 提起唐人街 我想无论是在美国 还是在澳大利亚 地理位置都非常的优秀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优秀的中国人 很早就已经在这里创业工作生活了 这里居住和工作的人们 大多都有冒险的精神 和致富的门道 是很多人学习的榜样 您看看唐人街 大概的情况就行了 在它的不远处就是墨尔本 弗林德街火车站了 这个火车站的面积也不小 而且客流量日均十万以上 它的附近还有一个圣保罗座教堂 1931年落成 也是墨尔本的地标之一 墨尔本市政厅就在这附近 周围还有很多艺术中心 博物馆数不胜数 您看看如何呢 这个是维多利亚艺术中心 1984年完工 在这个区域想欣赏艺术可选择的余地 真的很多 当代的 近现代的 古代的都有 这周围还有很多的摩天大楼 比如发现大楼 我想很多人对这种景色都不屑于过了 因为太多的高楼大厦也代表不了什么 假如您是带孩子的托家带口来玩的 市中心游览完可以到附近的港区转转 因为这里有一些图书馆可以提供给孩子们读书 在休闲中体验一下异国的文化盛宴 也是很低调的选择 假如孩子们喜欢动物的 可以到动物园去看看 这个动物园的面积可不小 有几百种来自世界各地的动物 数量有5200左右 伙计们 墨尔本这个城市整体看完 您觉得符合一个宜居城市的标准吗 假如100分的话您给多少分呢 这里包含菲利普斯港湾在内的区域 为整个墨尔本的影响力提供了不少帮助 也许有的伙计是在这里上学的 有的伙计是在这里工作的 但不管怎么样 墨尔本都会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 墨尔本曾经是移居城市的榜首 很多的年轻伙计都以墨尔本大学为目标 南半球第一学服名不虚传 我们家族很幸运 有这么一个人在这里上过学 但很遗憾 我这种就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智商太低 考大学 只能是心中的一个梦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你们的老弟小周 不要忘了关注我 咱们下期不见 不散